我是1957年进入上医 当时恰巧是上医 30周年校庆 1962年毕业于上医 留在解剖教研组 进入教研组 齐教授是讲 你一定要解剖100具标本 要做到一刀准 找任何一个结构 要一刀准 齐登科教授 本身他自己解剖非常熟悉 他自己也要求自己是一刀准 而且会画画 他的画画得很好 他就讲一个解剖教师 一定要会画画 你不仅要会画画 因为人体很多都是对称的 所以你还要用两个手画 所以我也就学得齐教授讲的 双手画画 比如是两个手画一个腹部椭圆形的 这个都对称的 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 腹痕肌 后来我觉得自己画画能力还不够 所以齐教授专门请解剖模型厂 请了一个画图老师 每个礼拜天上午 教我从素描学起 这个是柿子 这个是喜事多多喜卷 80年 我被学校送到Stanford大学去进修 因为我是俄文班的 我们一点都不懂 你讲这个肺应该论 我就叫论 他们说怎么跑叫我们跑掉 怎么 所以闹很多笑话 但是在操作的技能方面 我们是大大的超过 其他的国家的教师 所以学生们呢 他们就每个礼拜六 他说是不是请你来辅导我们 找这些结构 我说可以 那么你们就教我英文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同学打成一遍 同学也获得知识 我自己也在提高 我觉得这个都是当时 这个齐教授要求我们 一刀准地培养出来的 我觉得齐登科教授 不是单单他的绘画 而是他对基本知识的掌握 对我们年轻人的教育 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和教诲 还有呢 他本身和女生做着年轻之学 所以有的人问我 你做解剖怎么样 我说我一点也没后悔 因为的确在解剖教育主 学到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质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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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 在这位子里面 我质疑 是 感谢观看